形状方症大小一致 这是意识利用逆视镜 从一位80岁李老先生的膀胱里取出 过去数年 李老先生小便细小 贫尿 夜间起床减尿多达四五次 但怎么样就是不肯到大医院彻底检查 直到近日发烧和急性尿滞流 被家人带到急诊 诊断发现是摄护腺肥大 引起的膀胱结石 很多老人家都满会认诊 卡到我们摄护腺尿道的话 它就会比较容易产生疼痛的感觉 而且它的疼痛的话 大概会是往会议部的地方去传 疼痛的时候就 就很怕上医院 为什么 因为到医院去就会做 很多检查 常听到老人家 宁愿忍痛也不肯到医院检查 医师呼吁身体不舒服 真的不要忍耐 长久下来可能把小病养成大病 大新闻黄紫玲 杨俊廷 台中报道 这些 谢谢大家